平常你们俩是不是你主动一些姑娘 对 她会嫌你黏她吗 特别嫌我黏她 我想第一次分手原因就是 那个时候我们都刚上大学嘛 就经常跟朋友出去玩什么的 她第一次跟我闹分手说 觉得我跟朋友亲跟她不亲 因为我以前也没谈过那样 我就想我是不是真的就是 她不重视我男朋友了 陪她时间太少了 我想我多出点时间陪陪她 结果她说我连着她觉得 我应该有点自己的生活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讨好你 你不觉得那几天我们真的是 连的真的是发孽 就是就做什么事都要在一起 然后我就觉得每个人 肯定也得有自己一个私人空间嘛 我希望你自己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事 你知道吗 可是我不能够总让我 你希望她是 你想她的时候 她就出现在你面前 也不是 就是自己有事的时候 可以做自己的事 然后没有事的时候 我们俩可以在一起玩 对对对对 就是你想到她的时候 她来就最好吗 也不对 就是感觉 那咋不对呢 我是觉得 你看啊 人家跟自己的朋友好 你说哎呀 你都不关心我 人家不搭理自己的朋友 你就说哎呀 你碾死我了 你这是分两次手 不是 我是觉得 她自己光顾着 跟我在一起 她自己就忘了自己了 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 我懂找过 收起来 就是